本地精英杯A组撒科战 继续在赛马会香港足球总会训练中心闭门上演 两支竟已圆尽决赛的竞女对碰 男心的东方龙丝面对香港飞马 一开球就展示无比的增胜决心 愚指南省中人还有陈浩伟跟进入窃 开球不过是38秒钟就闪电开记录 亦是这位台湾大哥加盟后的开齋球 争标无望不代表双方会当成例行公事敢踢 座座牧洲凭着爱 是对足球的热爱为自己找到出路 但头顶脚踢不是过不了门柱就是拿得太准 疫情持续 球没得现场看 球迷唯有靠直球和精华止渴 钟伟强又何尚不饿球得 近驱自转360向对方门将梁轻结下战输 朱瑞李志堅过去扶持过不少小将成材 踢正选的鱼子Tiger 甚至刚入籍成为真香港人的奥利华 痛痛都没令他失望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这一句并不是新人的专理 把守最后一关的廖库猿同样苦尽今来 为球队保住清白之身 黄金机会一到就要把握 钟伟强就成为今场的机会主义者 若果要pay lunch 请食饭 肯定不少得豪伟那份 全中波落点摆都没那么漂亮 东方57分钟扩大优势 钟伟强之后再使出外的逼降 队友长传如获至宝 淡淡定吸过梁轻结才送入空云 包办下半场的两个入球 还首次当选赛事最有价值球员 这球强者除了赢速度 还充分展示个人技术 09又硬好的封关技术都神仙难够了 赛后访问不妨学一哥那样大一点幽默 但吃三个东方都不是全无后顾之忧 不怕一万自怕万三 防守千万不要万三拍 在穆州卸中处后 飞马佛球也曾经将波送入网 但月位在先入球不算数 东方龙司大胜3比0 为今届精英杯借莫 也暂时和康城说拜拜 未來竹總盃對流浪會宜師將軍澳運動場上演